小歌球會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表示 有100年歷史的舊場被當局認可為文化遺產 也是全亞洲最優質和風景優美的高爾夫球場之一 應盡量對其不利影響減至最低 但當局就決定破壞市民的集體回憶 將舊場計劃改建為公屋 沒有去保護文化遺產 法官高浩文就提到 他並非歌球會會員 從未到訪涉案的球場 因此不清楚場內的情況 余若海指當局有責任檢視牆內的植物 認出古樹和稀有品種 而當局2017年已經知道 牆內有80棵未經註冊的潛在古樹名目 不能指這些樹木未經註冊 就不可被鑑定為古樹名目 另外余若海又提到 舊場內有38棵全球瓶毅的野生中國水蟲 而適合水蟲生長的濕地十分罕見 如果該地會改建成公屋 會令水位下降 嚴重影響場內中國水蟲的水蟲環境 他又指場內有不少飛蛾和蝙蝠的 瓶毅物種和近毅物種 因此認為環保署署長批准環評報告的決定破壞生態平衡 代表政府資深大律師袁國強提出 土木工程托展署願意承諾在24個月內或法庭有結果前 不在涉及粉嶺高爾夫球場夠長3個棟的9點5公頃而建屋用地進行任何有關興建公屋的已批准前期建築工作 認為法庭無需批准臨時暫緩執行涉案決定的申請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須時考慮將在下星期五前頒布書面判次 期間繼續臨時暫緩執行環境保護署有條件批准環評報告的決定 直至頒布書面判次為止 關於事領執行動的政治文化